微信钱包的余额提现了银行卡可以免除手续费了 你知道吗 大家好 回来到科技讯 最近有好多朋友咨询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微信上零钱 把它提现了银行卡如何免除手续费 实际呢 在我们微信里边有个支付优惠这个功能 可以直接免除手续费 可能好多朋友还不知道 今天我们详细来操作一下 分为三部给大家讲解 首先第一部的话 我们找到微信支付 点击一下微信 点击微信以后呢 点击一下搜索框 我们输入微信支付 然后呢点击进入到微信支付里边这个界面 进入里边进入里边以后呢 大家会看到点击支付服务这个选项 右侧支付服务点击一下 然后的话有一个支付有优惠 我们点击打开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步 领取金币 在这里的话 会有很多的金币 比如说每天支付了以后呢 直接点击就可以直接领取了 然后领取的金币呢 会直接撞到这个瓶子里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领取了51个金币 这是第二步就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兑换成体现额度就可以了 点击兑换好里这个小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点击 额度兑换 比如说100元的话 可以兑换一个金币 兑换100元的额度 我们点击确认兑换 这样的话我们就兑换成功了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提现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测试 点击进入零钱 然后点击提现 大家会看到点击全部提现 点击确认 我们可以看到 点击提现以后呢 本次提现可以免费进行提现 它有0.1元的一个手续费 就被直接减免了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提现到银行卡 这样的话我们提现就可以直接免除手续费了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些金币送给好友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直接把手机倒过来 倒过以后大家可以看到金币直接会倒出来 倒出以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赠送好友的一个数量 最多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赠送好友 最多的话只能赠送9个金币 然后点击赠送 这样的话好友就可以直接领取金币 然后的话也可以直接免除手续费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呢 提现的时候可以免除手续费 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好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了 微信提现如何免除手续费 大家可以按照以上的方式去操作 比如说每次支付以后呢 我们可以领取支付积分 然后的话可以兑换额度 就可以直接提现免手续费了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的前面推荐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